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根同生 然而 从李登辉执政时期开始 台湾当局就在各领域推行所谓的去中国化 在蔡英文上任后 更加变本加厉 蔡英文屡次在十二年国教新克纲中 去中国化上动手脚 现在 台教育部门课审大会将从十一日起 一连三天开七场会议对社会领域课纲进行审议 其中历史克纲因大幅度去中国化 预计将引发争议 据台媒体报道 根据台湾十二年教育新克纲草案 高中历史将不再分为台湾史 中国史 世界史 而是分成台湾史 东亚史 世界史三个领域 将过去的中国史内容大幅删减 从原本的1.5册内容缩减为一册 并将中国史放入东亚史的脉络下进行讨论 对此 台湾的许多学者及校长都表示 不支持克纲去中国化 其中国民党文传会代理主为唐德明批评称 此次审议克纲不但程序异常 克纲本身也充满争议 教育是百年大计 政治介入很可耻 唐德明指出 从十一日起一连三天 密集审议十二年国教社会领域新克纲 破例首次要利用平常的上班日开会 他质疑既然克纲审议如此紧迫 为何国教院院长许天明同时也是克发大会召集人 克审大会委员却在7月31日被撤换 学术副院长红利宇也同时去指 整个国教院只有行政副院长郭公斌代理 这种诡异的情况 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中是否有政治力介入 再看克纲本身 唐德明称 戴沈克纲只有三个分域 就是台湾、东亚及世界 这种把中国史并入东亚史 而且舍弃朝代编年史的编排方式 明显就是政治力介入教育 民进党企图去中国化的目的昭然若揭 此外 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称 对于这种去中国化的做法 虽然不是台湾第一次闹出来的新招 但是蔡英文这种做法却顽固了 台湾下一代历史正确价值观的形成 台湾新历史克纲的严重性 在于这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的政治克纲 台湾即将面临的一场 涉及历史、文化、生活的浩劫 它将严重扭曲台湾学生的认识和视野 影响未来台湾年轻人的竞争能力 甚至可能是台湾的浩劫 更重要的是 在国家统一与民族父亲的历史趋势中 去中国化教育改变不了 两岸关系发展的方向和结果 这种道歉逆施 不过是塘壁挡车 只会令台湾下一代产生错误认知 更加难以面对真相 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 评价利登辉的所谓本土化进程时所说 不会改变最终统一的结果 这样做只能使台湾人 在重新统一实际发生时更加痛苦 所以大家应该做不成属于 中文贯协务承转发生时更加热 然后就能无限的 不成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